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遭遇的最大不幸 往往不是因为某件不好的事落在了自己头上 而是当它发生在我们最在乎的人身上 惆怅之余又多了一份无能为力 倘若这件不幸之事还牵扯我们的过失 哪怕完全无心而为 也意味着余生都很难从中解脱 曾大获好评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 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今天介绍的这部影片中的主角 也陷入一个类似的情感困局 而且他还只是一个少年 这是一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晚歌 一个少年写给自己的几篇苦涩的日记 他始于一段轻盈优美的前奏 两个男孩Leo和Hemi是一对发小 Leo有着狮子王里辛巴一样的金色短发 而Hemi都有一头腼腆的绿色卷发 他们形影不离 白天在Leo家种植的花田中玩耍 扮演中世纪骑士 夜晚经常分享同一张床 同一个想象出来的奇闻异事 他们都是调皮的孩子 从早忙到晚 累了的时候就彼此依偎打盹 Leo十分欣赏Hemi的音乐天赋 看他吹奏双簧馆甚至表现出痴迷 梦想着两人有朝一日一同环游世界 世界就像花朵一样 在他们面前绽放 绚丽缤纷 充满一切可能 然而真实世界 其实是一场危机四伏的冒险 转折发生在他们进入中学的第一天 同班女孩看似不经意地提出一个问题 女孩们也许是真诚的 也许是带点恶意的调侃 或者更可能的 介于两者之间 但这个问题立即在Leo心中 埋下一粒痛苦的种子 让她心烦意乱 随后男生们开始对她 说一些刻薄的话 使她从害羞和困惑 转变为害怕和愤怒 Leo本能地选择将自身与环境同化 但这不可避免地 让她从黑蜜身边隐退 又促使她努力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踢足球 打冰球 和更像男孩的男生们飙车 然而最难也是最糟糕的部分 使她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 向黑蜜说谎 Leo单方面地 悄悄地宣布这份珍贵友情的终结 对于黑蜜来说 这种漠然的转变 却是异常猛烈 难以言表的痛苦 将其从内部撕裂 当一场男孩之间细细地打闹 演变成类似两个成年男人间的暴力时 即便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也被这个场景所震撼 心被撕碎了 不想的预感涌上心头 真诚却不成熟的友谊的脆断 不会就此结束 受难者会以毁灭性的方式挥击 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年仅31岁的比利时人 Lucas Stone 影片在今年嘎那电影节上首映 在迎得掌声和泪水的同时 也激起许多批评的声音 就像她与2018年的处女作Girl所遇到的状况一样 那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想要变性为女孩的男孩 为她的芭蕾舞之梦竭尽全力 故事被指责过于另类 显得很不真实 道德立场也十分堪忧 一些鄙夷之声判定 她勾起人们对变性人的身体无端的迷恋 将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道德重担 强加给一名未成年人 今天介绍的这部导演的新作 所遭受的非议与之相近 反对之声认为 将两个13岁少年纯真朦胧的友谊 带入成年人同性问题的争论中 是残忍的哗众取宠 然而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吗 她忠实反映了影片的内容和导演的本意吗 亲密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属于雷欧的独角戏 她从慌张的疏远黑蜜开始 直到彻底失去了它 影片是震耳欲聋的 痛苦的小调和弦 只是她的声响并未完全释放 而是被闷在心里 隐匿在雷欧的脑海中 导演对表达痛苦程度的精确把控 令人惊叹 她没有让观众完全被悲伤吞没 总能在即将崩溃的那一刻 用孩童的天真将我们拽回来 这样做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不会使我们因为过度难过而忽略反思 导演的手法是那么的含蓄 她让雷欧和黑蜜 免于成为恐同暴力欺凌的受害者 使用女孩们有些刁钻的简单提问 和男孩们在操场上 有意无意地几下推丧 概括了两位小主人公受到的全部压力 她还将镜头从黑蜜悲伤的父母身上移开 偏爱安静地观察 白费更传统地感情宣泄 但沿着凝重的雕塑般的面颊流下的泪水 更容易激发我们的共情 她在整部电影后半段 没有加入任何次要故事线 也没有设计新的人物出现 她扶着我们的头 让我们的目光只专注于雷欧一个人 心闪微观 审视童年凋零本身 就具有难以言喻的凄美 影片是如此质朴无华 演技是那么优美自然 以至于它不像一部戏剧 更像是从一部坦率的纪录片中 截取的片段制作的编织物 影片体现了导演 展现悲伤的大师级手法 Leo是她最美的成就 Leo用沉默和向内阻觉痛苦 替代更为常见的悲伤的外露 她从友善的帮助旁边溜走 逃离其他人对黑蜜的缅怀 她仍然渴望生活在 与黑蜜无想的私密时空里 只是现在的方式 不得不与之前有所不同 我说得不与努力 不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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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与努力 你不与努力 对 我们必须要不要说 一起 和我们一起 和你 和你 是有什么 你不想分享 和我们 他不再穿着那件让他看起来像只小羊的白色毛衣 维持着听音乐会的习惯 继续参加冰球训练 扩展自己的雄性外观 在护膝和盔甲的装扮下 强壮得像一根粗壮的树干 他拼命地骑车 奔跑 独自一人 就像身体不再知道疲倦 他仍远远不断地从自然 学校和家庭获得这个年龄的男孩 理应得到的馈赠 但他无法再去享受这一切 就像患有一种代谢功能异常 他的体内再也留不住真正的快乐 一个男孩的突然离开 和另一个男孩在世间的煎熬 对我们来说是双倍的悲伤 好像太阳再也不会从地平线升起 伴随我们的是弦乐和双黄管演奏的配乐 而旋律来自黑蜜曾经努力练习的那首乐曲 这让我们始终都与Leo一起浸泡在受伤 悔恨和困惑的海洋中 等待着在叹息中溺水身亡 导演在采访中介绍自己在描绘 Leo和黑蜜亲密关系的场景中 大量借鉴舞蹈动作 关注这段关系中的身体触觉的重要性 而这也是导致两个男孩进入中学后 立刻引起别人注意的原因 非易来自由如此频繁身体接触 制造的感官愉悦对男孩来说是一种禁忌 事实上这部影片根本尚未晋升到 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 只是简单地在线一种社会默认规则 对男性本身具有一种天性的集体压制 虽然这部影片感觉上有点像少年版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但它从未试图讨论与他同样的问题 这里只有被误读的男孩之间 纯洁真挚胜似似亲兄弟的友情 以及被标签化和异化的男性的温柔 Acheles和Patroclus之间的情感 不再是当今社会所能允许的纯真 亲密这部电影更接近另一些 我们熟识的经典影片 一系列描述少男少女 到遇成年世界有毒辐射的痛苦经历 这通常被人们轻描淡写的 成做成长的代价 四百姬在很多意义上 算是这类影片的鼻祖 他讲述的叛逆男孩判断呢 是法国新浪潮电影中 乘风破浪的标志性人物 另一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 在电影《野兽家园》中 摆脱家人的管束 离家出走 来到一个神秘小岛 以一群头上长脚的怪物 成为了朋友 在1973年上映的《风潮幽灵》里 则是害羞的六岁西班牙小女孩 Anna 在二战初期真实世界中的一次奇特冒险 同样发生在二战期间 斯皮尔伯格的名作《太阳帝国》 讲述11岁男孩Jamie 在从上海外租界撤离时 与家人走散 不得不在集中营里 努力幸存下来 从男孩蜕变成男人 《幽情密史》描述了一个 与亲密中的Leo同名的英国小男孩 暗恋同学的姐姐Marian的 少年浪漫故事 以及上届嘎那电影节 放映的另一部比利时电影《同一个世界》 一个7岁的女孩 目睹她的哥哥 遭受校园暴力 尽管她发誓保密 但还是告诉了父亲 并很快发现自己也是 欺凌的受害者 上述所有的影片 都是孩童告别纯真 美丽动人的晚歌 是孩子们与真实世界冲撞 引发的一场又一场 或安静或喧闹的龙卷风 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 进入世界的过程 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离别 像揭开裹在身上的石膏 渐进地带着刺痛 每个孩子对世界本来的浪漫憧憬 都是人类的财富 在与陌生世界较量之时 他们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勇士 导演想在亲密中表达的 便是这样一种哀伤 是对那些不符合社会僵化规则 并因此受到羞辱和排斥的孩子们 产生的情不自禁的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Dr.Kupo 下次见